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在丈夫受到伤害的时候不断的上访讨说法 在讨得说法后又觉得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这是农村理智和现代法治的一种较量 20世纪80年代在一个小山村 农村妇女邱菊家打算盖一个辣椒楼 因为自己家常年种辣椒 今年收成也不错 所以准备盖一个辣椒楼 盖楼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就等村长批准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但是村长就是不允许盖楼 还大意领然的说 是上头不让盖楼 自己是秉公办理 但秋菊的丈夫王庆来气不过 他觉得村长故意为难自己 别人能盖 怎么到了自己这里就不能盖了呢 村长说是新下来的文件 但王庆来还是不相信 因为村长家生了四个女儿 于是王庆来就骂村长断子绝孙 村长听了很生气 自己做梦都想生个儿子 但是现在计划生育了 他觉得王庆来的话对他就是一种侮辱 于是气不过 就踢了王庆来的当补 想让他也尝尝端子绝孙的味道 这一踢就把王庆来踢伤了 秋菊就忙着带着王庆来去卫生所看了 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开了点药 就叫他们回家敬养了 回到村里后 秋菊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要向村长讨个说法 于是他来到村长家 讨出丈夫的医疗证明 但是村长背对着他 只顾着自己吃面 看也不看证明一下 说话也像刺猬一样 反正就是不认错 秋菊看村长这样只能生气的走了 回家后越想越觉得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他决定到乡里去平平理 于是他搭着肚子和小妹一路颠簸来到乡里 乡上的李公安经常来村里 大家都认识他 而且都知道他为人热情 办事大工无私 在李公安这里 秋菊把事情的争端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听 李公安认为 这件事两个人都不对 但打人更不对 像这种事情 李公安在农村见得多了 所以处理起来 驾轻就熟 很快就调理出结果来 由村长赔两百元给王庆来作为医疗费 补偿秋菊一家 可是秋菊觉得 这和自己讨个说法理念背道而驰 但李公安说 什么是说法 人家给钱了 不就是说法了吗 面对李公安的劝说 秋菊勉为气难的接受了 到了村长给钱的那一天 村长看到秋菊伸出手 把两百元钱都撒在了地上 并说 这总共二十张钱 你捡一张 就是向我第一次投 第二十次后 这件事就不计较 至于道歉 就不用想了 要强的秋菊 忍受不了这样的奚落 钱不要了 头不能低 他扭头就走 晚上 秋菊便和丈夫说了此事 并决定明天去县里讨个说法 对此 丈夫也很支持他 认为不能让村长这么白伤了自己 家里的路费不够了 为了凑足路费 秋菊和小妹拉着车子 去把辣椒卖了 然后搭三轮车去了县城 他们来到了公安局 看到这里的人都拿着所谓的申诉书 秋菊虽然读到了中学 但是自己不会写 于是惊人介绍 在路边找了个识文段子的张老海 让他替自己写这个申诉书 他拿着花了二十块钱写的申诉书 重新来到了公安局 公安们读着这份申诉书 文字内容牛头不对马嘴 都笑得合不拢嘴 但是秋菊还是把事情的经过 向县公安们再讲一遍 对此县公安态度明确 他们告诉秋菊 五日内会做出裁局 如果对裁局还是不服 可以去市里的公安局 秋菊想 这事这次应该有个结局了 村长应该会和自己道歉了 五天时间很快就到了 李公安拿着县公安的判决书 先找到了村长 村长一看很高兴 这不是和上次一样吗 但是这次李公安先找村长 是希望村长给秋菊道个歉 这个事情就了了 可是村长也很倔 死活不肯道歉 李公安便耍了个小聪明 他跑到秋菊家拿出裁局书 还带了一份说是村长 赔礼道歉送的礼品 可是等李公安一走 秋菊立即把礼品 让公公送还给李公安 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李公安自己买的 村长还是没有道歉 第二天 秋菊和小妹踏上了去市里的路 只要没讨到一个说法 他会继续往上搞 到了市里 就被一个拉三轮车的师傅骗了 多售了他25块钱 秋菊知道 这市里不简单 水深 一个好些人就劝他们 去衣服商场买两件好的 包装包装自己 穿得像城里人 就不会被人骗了 因为城里人就会骗农村人 后来 他们租了个大通铺 住了下来 出租有个老汉 他知道二人从乡下来城里 打官司不容易 于是无偿帮助他们 他看了县里的裁决书 其实并没有问题 但是秋菊认为 赔偿款都是其次的 最主要的就是村长的一个道歉 在他看来 村长没有道歉 这就是一个问题 老汉看秋菊这么挚鸟 便给了他一个市官局局长的地址 让他去碰碰运气 秋菊知道 找局长办事 肯定不能空着手 这些都是人情事故 于是和小妹买了水果和挂镜 来到了局长家 局长是个好人 礼物美收 答应了秋菊的事情 看他怀着孩子 还派汽车把秋菊送到了出租屋 秋菊放心的回农村了 回到家 丈夫往前来的态度 却发生了转变 他让秋菊及时收手 因为村长毕竟是村长 得罪他 自己家怎么在村里立足 而且大家都是相礼相亲的 关系弄僵了也不好 不过秋菊觉得 只要村长一天不认错 他就不会停下来 这次傅语书被送到了村长手里 还是和之前一样 只不过赔偿被增加到了250元 王庆来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了结了 接了村长的250元钱就回家了 可是秋菊不认为这样就结束了 这次他将矛头指向了傅语书的送达程序 正常情况下 傅语书应该送到他手上 而不是村长手上 他觉得这里面有猫腻 便把丈夫带回的250人扔给了村长 这次还是没有得到村长的正面道歉 他再一次去到城里 见到了局长 秋菊说话直 他还认为局长和别人串通一气的 局长是个民事里的人 并没有怪他 他告诉秋菊 让村长道歉 这个不属于法律范畴之内 还告诉他 如果不同意复义说的话 可以去法院起诉 于是 在局长的帮助下 找了个律师 就把这件事托给了律师 自己回农村了 在回村的路上碰到李公安 李公安向秋菊盗窃 傅语书应该先给秋菊 使自己没注意 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已经不是一个盗窃 就能解决了 因为已经上了司法程序 一切就要按照法律版 相关所有人都受到了牵连 李公安 县公安 甚至市局长 都坐上了被告席 这事闹得有点大了 秋菊也搞不明白 后来 还是一个老大爷告诉他 因为国家刚刚颁布了 行政诉讼法 市里需要一个案例来谱法 秋菊可以说是借了东风 所以每一次都告得这么顺利 最终 法院还是维持负义书 秋菊不甘心 但也没办法 很快 他的案件引起了中级法院的重视 中级法院要验王庆来的伤情 来做伤情鉴定 如果评判是轻伤 那么村长就是犯了轻伤罪 不久 一天夜里秋菊难产 王庆来急急忙忙的去到村长家 请村长帮忙 找人把秋菊抬到下面医院去 人命关天 村长连忙派人把秋菊连夜送到了医院 幸好送得及时 秋菊母子平安 到了孩子半满月酒的那天 为了报答村长 秋菊一定要等村长来了才开席 他想借这次机会 缓和一下和村长的关系 可是李公安来了 他和秋菊说 王庆来的伤情鉴定出来了 是轻伤 法院最终判定村长为伤害罪 而且现在村长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抓捕了 听到这个结果 秋菊瞠目结舌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一个道歉 并不是要把村长抓起来 而且村长还是自己的恩人 这样做 自己不是忘恩负义吗 远处警车慢慢开走了 秋菊在后面追赶着 他希望把警车拦住 不让村长被警察带走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追到 只能看着警车远去 秋菊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还是没有等到村长的一句道歉 制妞了这么久 也不过是一场空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张艺谋导演代表作之一 在1992年上映 影片一上映 可以说是风靡了全中国 制妞的秋菊成了众人口中的谈资 在那个民不告官的年代 人们惊讶于秋菊的勇气 但是有的人还是会嘲讽秋菊 这部电影 也让很多农村人认识到法律这个名词 在农村 法律意识不高 大家更多的是理智 而不是法治 这是农村体系和现代秩序的碰撞 秋菊代表着农村体系 那个时候在农村面子大于天 所以秋菊时常挂在嘴边讨个说法 其实就是想要村长放下面子 去成全他的面子 但是两个都是挚扭的人 谁都不肯放下所谓的面子 最后弄得两败俱伤 电影秋菊的扮演者龚立 他把秋菊的农村妇女形象掩活了 不管是吃饭的时候 擦嘴巴的时候 还是满嘴的浓浓方言 都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龚立也凭着这部电影 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 金诗奖最佳女主角奖 他的演技足以把人征服 所以得这个奖 他是实至名归